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20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是6月12 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师父你好,一直向师父请安 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父 师父你好,师父可以帮我看一下我本身吗 1993年暑记的,看我的身体,感恩师父 我看一下啊,1993年是吧 对,暑记的 小孩子,你的大脑这里有黑气啊 你的思维不是太好啊 你应该得过自闭症的,听得懂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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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最近确实是脑子不大 不管用啊,听得懂吗 对,对 想的太多,想们又想不出来 对不对啊 然后呢,自己呢 又自己呢,越想们越有点害怕 越不想见人,见人见得太多了又难受 对,对,感恩师父讲得非常对 觉得别人都不理解你 对,对 师父,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念多少张小房子 念小房子,至少像你现在还不是太严重 你现在一共要念三百张 三百张,好 然后你自己 然后你自己还要 还要做一些改变 就是说 要求菩萨保佑你啊 念点心经啊 求菩萨专门保佑你啊 能够开智慧啊 好 每一天自己要看师父的白话婆法 好,对,对 对,对,好的,师父 你要注意啊,你的关节不好啊 对,我的关节 关节很不好 酸痛 对,对 肩膀啊 躺在床上浑身酸痛啊 爬也爬不起来 对 感觉 对,是的 有时候晚上会失眠就睡不着 对啊 失眠了 我告诉你 你有很多小问题的 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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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现在 最主要问题是 还是有点恐惧 就是害怕 跟人家接触呀 对,对 师父 其实我 我害怕是因为啊 我已经是几个月没有工作了 我就是 生活上也是 就是 有点压力 对,对 就是我的工作上也是 没有 没有做 没有做工几个月 所以是担心 你现在 你现在在 跟 跟老的工作 这个位置上 再去申请申请呀 好的 我现在看你那个公司 倒闭没倒闭 就是财员呀 对啊 对啊 我就是 财员你写工信给他呀 好的 好吧 你写工信啊 他因为知道你骂老实的 他会用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加持感恩关系 好吧 加持过来 你到这点 骂聪明的 感恩师父 真的是感恩你的师父 感恩关系 你怪一点啦 像你这种孩子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孩子 就是家庭是不幸福的 听不懂啊 对对 因为 靠自己的 明白了吗 靠不了父母 去很多的 对对 明白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很了解 多多念经啊 多多靠观世音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啊 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都靠观世音菩萨 明白了吗 对对 对 师父 我熬到今天 是靠观世音菩萨保佑 师父 那么压着 照顾低 感恩师父 你要记住了 你要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人算不如天算的 人算得太精 也没用的 明白了吗 对 不到时间 你这个 你到了时间 他会有夜报出来 有时候不到时间 你的夫妻也出不来 他都有时间的呀 最长也就三年嘛 明白吗 对对 最倒霉也不会超过三年 像你这个孩子 这个原来公司里面 对你印象还不错的 因为你比较老实嘛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写封信 人家 不要不要不要怕 有的时候要去争取的呀 好吧 好的 师父 对不起师父 我可以问多一个问题吗 讲吧 就是有一位师兄 他是1972年属诸的 他是很精进的 因为他 现在他的身体 出现一些状况 偏头痛 还有眼睛 请问师父 可以看一下他身体吗 72年 女的 对 1972年 女的 属诸 他有灵性 颈椎 颈椎 也不好 颈椎 脖子 然后 然后 眼睛 跟那个猴 咽喉 还有鼻腔 都有问题 因为这位师兄 他是很精进 他说他一天可以念十多张小房子 所以他也是担心他念的小房子质量会不会有问题 他也是你的老弟子 师父 可以帮他看一下吗 看的师父 72年属什么 1972年属诸的 女的 念了快了一点了 念了是快了一点 念了快一点 OK 好的 不是 念了快了一点 稍微慢一点 好的 好的 我会转告 好吧 他念经蛮努力的 他过去 他过去做过关的 地府做过关的 怪不得他念了快 对 因为他 他是每天都有 主持那个白话佛法公修 为睡长桥 他的白话佛法公修 所以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嘴巴慢会讲的 他嘴巴慢会讲 对对 他嘴巴慢 师父都看得出来 太厉害了 那当然了 师父 对不起 师父 最后一个就是 一个问题就是 1996年的 老鼠 他想问他的土腾颜色 还有他的小房子质量 96年的老鼠 对 白的 白老鼠 白老鼠 他念经的质量 可以吗 师父 女的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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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经质量还可以 还可以 好的 感恩师父 问题问 感恩你要师父 师父多保重 你要自己要有信心的 好 师父给你加持过 你要去试的 听不懂啊 好的 感恩师父 你这个原来 那个工厂 是不是从你们家出门 是不是往右手边的了 对对 靠右面的呀 往右面方向走的呀 对 去试试看吧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福尚 再见 再见 父兄们的业障自己悲 感恩师父 再见 感恩师父 喂你好 然后 讲菩萨 感恩师父 听爱 我们的业障 我们自己悲 不要师父悲 弟子帮一位佛友 问一个感情的问题 佛友男朋友离开他 令到他通不渝身 他有念解节奏 还有化解冤解的小房子 请师父慈悲 看他们还有没有缘分 女的是六九年属鸡的 男的是五三年属蛇的 那个男的不要他了 对呀 同步余生有什么用啊 缘分没了呀 两个人缘分没了呀 对那个女就赚不出来 赚不出来的话也得赚啊 你问他呀 没有这个男的之前 他是不是一个人了 那现在不只有一个人了 又没多又没少了 要不生不灭了呀 对不对呀 这个事情你告诉他了 就是他有这个命 就是跟这个男的 有这么一段缘分呀 你要你要叫他 你要跟他说 多给他祝福祝福 自己还还债就算了 还人家债了呀 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了 欠债还债 欠倾还情 欠钱还钱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要看缘分 而且呢还要靠自己努力 只有靠菩萨能够改变 这个男的脾气 倔的不得了 我跟你讲 嗯 你去问他好了 对不对 对他只好过一段时间呀 后来嘛就是他一直凑住他 嗯 嗯 那个男的好像 遗情别恋的 遗情别恋 遗情别恋 遗情别恋嘛 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缘分没有了呀 像这种男人的话嘛 他就去害人去了呀 好的 感恩师父 你叫他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叫他不要被他害嘛 就好了 好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缘分的 缘分没了呀 缘分没了嘛 嗯 其实就是还完了呀 还完了嘛 就有的时候反而 无债一生轻了呀 嗯 是的 听得懂不了 这这这要死要活的 有孩子不了 又没孩子了 我不清楚 嗯 好了 对不对呀 算了 一些事情 哎 人生就是 就是 就是还债啊 人生就是一个 苦难的 还债的地方啊 有的时候 嫁给人家了 对不对呀 也是一种还债 嗯 养个孩子出来 也是还债 对不对呀 啊 对的 人生就是在 还债当中呀 吃不下了 也是还债呀 有的时候 跟人家 交朋友了 交到后来 对不对呀 交得不好了 也是还债 交得好的 是人家还你在 一样道理呀 所以 有的时候 能够 保持一种 自己的成绩 就是比方说 啊 这已不变 应万变 外面再怎么变 自己不变 你就能够保持 自己的 这个这个 一种非常 发喜的心情 因为人家可以变 你不变的话 你就非常的 成绩 就是人可以 保持一种 保持一种 那个 非常的 干净啊 或者就是 非常的不受 外界影响啊 明白了吗 明白 感受 你帮他问过了 之后嘛 他是不是 应该给他 加持一点了呀 他应该想得通一点了呀 好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这个男的 我看的有毛病了 这个男的有毛病了 经常发生经病的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前面前面没有 还拼命地夸耀自己 你去问他就知道了 好 而且身上 还有很多毛病 前列腺有毛病 小便 小便不干净了 骨头不好了 好的 关节 他以后 他这个腿以后 晚年会瘸腿的 我都看到了 好 好了 嗯 好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祝师父生日快乐 请师父保重法体 问好了 再见师父 帮人家问问好了 对啊 好 你不要上当就好了 对我不会上当的 呵呵 好了 感恩师父 嗯 再见师父 你要不要我讲你两句啊 可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讲一句好吧 好 上过当了 哈哈哈 哈哈 老实点了 师父提醒你 就是叫你 不要再上当了 明白吗 好 实际上就是啊 还过了之后 不要再还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再见了 再见了 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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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关上 拿个橡皮筋啊 先不要完全关上 等到它烟 全部熏完了之后 你才再关 它每次上完香 都是先 就是说香没了嘛 然后再吸油灯 然后呢 过一会儿 就白天的时候 就很亮的时候 阳光充足的时候 然后它会先 就是说先放一会儿 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 才关上 可以的可以的 没问题 可以的可以的 这没问题 那他们家菩萨来过了吗 几几年属什么的 八九年属蛇的 八九年属蛇是吧 对 八九年属蛇 八九年属蛇 哦 来过 来过对吧 菩萨来过 那个护法神也来过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它就是说 六十五张小房子 就是写着它 它名字的药金者 对呀 赶快写吧就好了 OK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特别想念你 好了 师父请就 您开示我几句吧 我感觉这些特别累 对呀 你要记住啊 人为什么会累啊 气血不合 中医讲叫 气血不调 气血不调的人 我告诉你 第一 窝在心里的事情太多 第二 睡觉啊 吃饭啊 都不准时 对对对 这样的话 你就会容易 气血不调 人就会没劲 听得懂吗 对对对 举个简单例子 你每天早上 看到的是白天 都是阳光普照 你突然之间 啊 你要是 早上 比方说很早就醒了 你看到的是 天暗暗的 你马上 气血就不调了呀 嗯 情绪不好了呀 听不懂啊 对对对 没关系的呀 你听我讲话之后 你精神就会好很多了 对对对 我明白 特别感谢 现在全身都在发热 知道嘛就好了 对 谢谢师父的价值 所以有些人打进电话来 他又不要问什么 讲几句话嘛 他就发热了呀 他自己知道 对对对 现在就整个耳朵啊 身上都在发热 知道就好了 不要不要 不要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血液循环冲畅 这个人就热血沸腾 明白了吗 对对 我经常就会感觉 手脚会有的时候 会发冷的这样一个 血不到位呀 血不到位的人 就是没有信心的呀 没有信心的人 你去看好了 有些人手冰冰凉的人 这个人一定没信心的 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没信心的 他血脉不合呀 你听不懂啊 对对对 就是很不自信 就感觉特别不自信的那种 对 完全正确 好了 感恩师父 不自信再见了 不自信 嗯 只有杜师父生日快乐 哦谢谢 嗯 师父法体安康 多保重身体 好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弟弟兄兄弟请安 谢谢 讲吧 听到 讲吧 我想看一个 1958年暑机的 男的 18年暑机的 想看什么讲吧 呃 他身上有灵性蛙 因为他身体 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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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的 腰酸被痛 腰酸被痛 我告诉你 还有了 头啊 头昏昏的 经常很多事情解决不了 头晕呐 对对对 最近 最近 师兄的情绪很容易波动 对啊 搞不清楚 哦 他左手和左脚都会发冷啊 师父 不但发冷 你去问他 还发麻呢 哦 对对 师父 他需要放身多少 然后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八十九条鱼 八十九条鱼 好 小房子呢 小房子要慢多 一百零八张 嗯 好的 好的 师父 呃 师父 他的莲花 呃 一七九零零 二零一五年 呃 吉伦坡拜师的 男的 女的 男的 男的 一七九零零 对 嗯 很好 莲花还在 你叫他做事不要太快啊 哎 这个人 做事情 心里想做什么 急得不得了啊 哎 好好好 会转告他 嗯 师父 他的业障比例多少呀 几几年啊 呃 五八年 属鸡的 还好了 二十三 哦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 再看一个 二零一五年 属羊的 男孩子 五岁 二零一五年 属羊的 男孩子 五岁 二零一五年 看什么啊 讲吧 看什么啊 讲吧 呃 孩子身上有灵性吗 因为这个孩子 他天生下来就是有听觉障碍 对 看到了 然后到现在还不会完整的 呃 讲话 表达自己 嗯 知道了 看到了 有一个灵性啊 在控制他 哦 哦 那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师父 我看一下啊 这个要的蛮多的 要两百八十张 两百八十张 好的 好的师父 控制住他的手脚 现在他的脚啊 跟手啊 不是太正常啊 听得懂吗 哦 关节这个地方弯曲啊 都有问题的 讲话只会啊啊啊啊叫啊 讲不清楚啊 哦 是的 是的 嗯 那 就是因为这个灵性的关系对吗 对啊 灵性跑掉了 才会慢慢恢复正常呀 哦 好的 好的 那那他念完了这一波 他们就一样的 就是一波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的 对吗 师父 对对对 嗯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可以再问一个亡人吗 讲啊 呃 呃 贵妹 臣是耳中臣 贵是一个木 两个土 然后妹是妹妹的妹 女的 二零一八年往生 贵是 贵花的贵是什么啦 哦 一个 对贵 贵花的贵 是木 两个土呀 贵花的贵呀 对 对的 臣贵 妹妹的妹 是 是的 恭喜他了 在天上了 哦 设界天了 哦 设界天 嗯 那还需要找房子吗 师父 嗯 要六十八张 六十八张 好的 好的 她 她这个 陈贵妹 走的时候啊 不放 不放心一个人呐 我看着 这个脸 脸上 人瘦略胖 略胖 那个 她 她有 这个陈贵妹 有没有一个儿子啊 嗯 这个 你去问她 她好像很 不放心 到现在都不放心 她的那个儿子 略胖 嗯 嗯 哦 好吧 就是这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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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我们没有问题了 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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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喂 你好 陈奖好 请讲 哈喽 请讲 请讲 啊 啊 还想请问一下 我要问一下哦 我一纪六十五年 怎么打歌 是什么问题啊 什么 我是一纪六十五年 煮蛇的 怎么会打歌啊 还会脏风啊 你想一想不好了 打歌的话嘛 就说明免疫系统出毛病了呀 我免疫系统出毛病的话嘛 要当心啦 不要老生气啊 不要脸老板子 不开心呀 哦 所以要请开心 啊 你想想看 血 血脉 这个血液太 太 血浓度太高的话 他也会经常打歌的呀 所以为什么人家 人家为什么说 一打歌就要叫你喝水了 冲淡你的血凝度呀 我喝水又不可以 我打歌以后打几天都 打凡次天都好多 然后我认理过大胜伟 现在他就好了 比较好了 你就继续念就好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血液循环的毛病呀 像这种血液循环的毛病 缺少维达名医呀 缺少维达名医呀 医 医 医呀 医文啊 医 感恩师对 来讲 不用请 来讲我要问一个网人 洗水人 人无洗 水清洗 水电话的人 192012年 第二个什么字啊 水 滚水的水 水水 莲 莲花的莲 啊 这个人也不容易了 这个人在阿修罗现在 阿修罗 掉下来了吧 掉下来了 他 他现在很喜欢打扮啊 他死的之前是不是很喜欢 过去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欢打扮啊 弄了干干净净的 没有啊 没有啊 他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来的 哎 他现在在天上蛮会打扮 蛮会打扮啊 嗯 然后现在他还要小张子吗 我问他 67张 67张啊 OK 啊 现在还有一个台档 你看我 看下一个网文的 你的 2019年7月27号去出的 王凤英 王三恒王 凤英的凤 啊 英国的英 凤凰的凤呀 啊 凤英的凤 一个木 一个凤 啊 凤 王凤英 啊 王凤英 什么时候走的 啊 2019年7月27日 他在 他在一个地方是 他在阿修罗道 其实蛮好的 但是他有一点点修篇了 哦 他有一点修 修篇的话呢 他现在在阿修罗道的边上 你能不能 帮他再多念一点 大悲咒啊 多念点大悲咒 许愿 许愿给他念 最好给他念个 这个这个三百遍 大悲咒吧 然后小房子要吗 小房子不多呀 小房子八十六张 八十六张啊 哦 然后之前找一个 我打了 他讲跟我讲 也是六十七十多张 然后现在他 他在阿修罗道 还没有上去 还有 人大悲咒 给他三百遍啊 对啊 三百遍的话 你给他增加点能量呀 然后要念 李博大悲咒 你不会不要了 不要了 这位教材长 等下你啊 一九九零年属 马的 你问下去了 他梦到自己 要 没有时间 要 自己没有时间的 他梦见自己 没时间了 啊 对 他真的要 在这边倒了 我看看 我看看 他几几年属什么 一九九零年属 马的 你了 哦 他马上三六九了 有个节啊 有个节啊 他有个节啊 他想 叫我问 是北的陶城 要几张小王子 他几年三百张了 你这样吧 你叫他一共念四百张 前面两百张 念完之后啊 后面 慢慢的 再念两百张 后面 前面两百张 两百张念完之后 就 就这个节过了 不会死了 然后呢 后面的两百张呢 就是保佑他能够平平安安 在过这个节 哦 然后他要 最好问台长 他要放生几条鱼 放生要一千条 一千条啦 嗯 他们也是 现在也是 那个女孩子 也是三千家庭 也是 日子不好 慢慢放呀 嗯 慢慢放啊 不着急的呀 这个都可以跟菩萨讲的呀 经济条件不好 跟菩萨讲 多念经呀 哦 然后就是要感恩台长 时常跟我们姐姐 这个都问题 你要去感恩你 好了好了 好了 可能啊台长 台长可以问个一个吗 啊 一个是 啊 你一个最后一个 啊 数错的1987年 你问了很多啦 你问了很多了 啊 昨天台长最后一个 可以吗 感恩你 问什么问题啊 1987年 87年数错的 他大家就是梦到的 你一个老太宝在 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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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太宝在啊 还在呢 在他左面 1987年数错的女孩 一家是梦见他 一个老太宝进去 他的身体里面 你只要想到 你认识这个女的的 那个女孩 你只要讲到 他的样子 我就看到他家了 哦 这个女子 在他们家里 进门左手边 哦 然后这个他 他要认几张小房子呢 我看看啊 先念49张吧 然后 过一两个礼拜 再念28张 哦 然后要放证吗 台长 放证到无所谓的 主要是年轻啊 好 感恩台长 对啊 台长 生日快乐啊 谢谢 谢谢 OK啊 抓紧安康啊 自己快快乐乐啊 分享精神 谢谢 谢谢 感恩台长 拜拜 再见 再见 好 最后一个啊 再给他们几分钟吧 喂 你好 哈喽 你好 赶快抓紧时间了 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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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讲 哇 感恩师傅 感恩我们提前祝你 生日快乐 哦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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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要问两个红人 跟一个银花 第一个红人是 林燕山 多少啊 林燕山 林 什么目 林燕 两个火 三上一番 林燕山 什么时候死的 男的女的啊 男的 她 是往生 三十多年了 好像是 1986年过去的 看看 林燕山 她叫阿修罗 哦 这样才要 几张小房子 上不去 上不去啊 因为她 往生三十多年了 哎呀 她不是往生三十多年了 她本来要投胎的呀 哦 对对对 我目前还要投胎 所以我就 运到 九十八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对 这样才要 多少张啊 师傅 看一下啊 还要九十三张 九十三张啊 OK 她脾气很倔啊 她活着的时候 脾气很倔 对对 脾气不好 是我父亲来的 倔得不得了 好了 对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 同学问的 郑瑞灵 郑瑞的瑞 郑瑞的瑞 对 麒麟的灵 麒麟的灵 之前师傅讲在 这些天 男的女的 男的 在天上做护法了 在天上做护法了 慢慢庄严 梦到不好的梦了 她打 她打 她打磨 这样还要 打王子吗 不要了 你再给他 如果你帮他 再念四十九张 也可以的 四十九张啦 好吧 可以 师傅 感谢师傅 师傅 他有一个年华 17962 17962 身上有个灵性哦 我问你啊 我讲 我讲这个人的特征 是不是他本人 眼睛不大的 眉毛细细的 这个是 同学的 这个我是不大清楚 我问他 他人家哦 同学呀 你不是 他就是 就是说 在天上 有没有莲花呀 哦 我现在看到 一个人的样子 你这个同学 认识不认识啦 这是我本身 师傅 你本身 你眼睛大不大 你不知道的 眉毛细不细 不知道的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本身 师傅 是不是啦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啊 啊 14962 哎呦 脑子都搞不清楚的 如果是我看到的是你本人的话 就不是灵性 如果看到的这个样子不像你的话 那就是你身上有灵性 听不懂啊 啊 听得懂 师傅 那到底像不像你了 你是不是眼睛一长条的了 眉细眼 眉毛细细的 眉毛啊 眉毛是 呃 有一点粗哦 那就不是你了 你要当心了 有灵性了 哦 好好好 这样要说 我当小王子要吃不 搞也搞不清楚 49张 49张 啊 啊 可以 你这个莲花不是太好啊 哦 好 告诉你 你要当心了 你这莲花 你这个莲花已经要掉下来快了 叶子全黄掉了 哦 这样啊 嗯 是什么印 嘴巴乱讲话 嘴巴乱讲话 哎 不要乱讲啊 对不起 对 嗯 对对对 好好的改啦 改毛病啦 不 跟佛法上的东西 嘴巴不能乱讲的 出口就是叶 听不懂啊 啊 可以 师傅 好了好了 师傅 嗯 好了 再见 再见 师傅 同学 还有一个 要问你说一个莲花可以吗 啊 快点啦 已经给你们超过很多时间了 没时间了 可以可以 同学师傅 23622 莲花还在 你叫他平时不要神经兮兮啊 哦 警察经常说看到这个 看不看到那个的 叫他不要乱讲话 听不懂啊 哦 可以可以 好了 师傅 好了好了 我会很清楚讲 叫他好好修啦 如果这个不好好修会掉下来的 好了 哦 可以可以 师傅可以 再见 嗯 正常要小房子吗 师傅 小房子都没关系的 自己按照正常念就可以了 哦 可以可以 好 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 感恩你 感恩师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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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 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众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